这个狗它特别的温顺 也不伤人 而且它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宝宝 就这么大 我们全校都知道 我看它两年了 就在那边 就直接被打死了 接受不了 流浪狗 流浪猫身上也没有打疫苗 所以身上携带着一些传染病的病菌 近期我们学校里面的一些师生 向我们反映 校园的流浪狗 流浪猫比较多 有的时候甚至还骚扰到部分的师生 考虑到为了学校的安全和师生的安全 我们对近期的一些做了一些事情 4月6号这一天 正好有一只流浪狗跑到了我们核心区域 在食堂区域 然后我们考虑到学生的安全 所以对流浪狗进行了一个处置 被学生进行有危险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第一时间 应该给我们公安警官联系 我们专门有权办 权办之后对于狗的情况 我们安排人员进行对狗实施抓捕 对吧 不能放到社会上再危害别人 今后呢 为了学校的安全 我们呢将在合适的时间 合适的地点 去寻求一些合适的帮助 比如说公安局 还有动物保护协会 能更加妥善的处理这些流浪狗 明镜 明镜